穿印度传统服饰的新郎 起码现身在婚宴会场 显得风光满面 这场婚礼的女主角 是印度钢铁大亨米塔尔的 26岁子女因此排场格外称达 赤资5000万英镑 大约台币24亿 在西班牙巴塞隆纳 举办为期三天的婚宴仪式派对 共有多达500位宾客参与 除了管家众多 民客们享用的是 米其林大厨烹调的顶级美食 婚礼最后一天 更包下加泰隆尼亚国家艺术博物馆 结果引发社会党领袖 痛疲市政府官员竟然为了钱 把公共设施移做私人用途 但是随后遭到巴塞隆纳市长反驳 不过赋予人家出手阔绰时有所闻 大陆辽宁一名女生16号过生日 一名追求者买了多搭100个生日蛋糕 放在学校门口给大家吃 估计花费快10万台币 有网友看了大感羡慕 但有人认为 如果把这些蛋糕送给贫困儿童 会更有意义 TVB新闻这么报道 奢华看起来稀罕 但奢华当道绝对不会是 目前世界的主流 一方面是因为经济的因素 另外一方面呢 还有很多国与国之间的竞争 使得情况呢 在半年之内完全走样 我们下面看的就是 中国大陆的红酒 很长久以来中国大陆的红酒市场 当道高价的红酒更是盛行 但现在半年过去了 中国大陆对于欧盟的葡萄酒 寄出过反倾销 反补贴的双反调查 再加上内部进涉 所以12月年底算总账 目前中国大陆的高端红酒市场价格 几乎都是大砍50% 在今年的上半年 中国大陆进口葡萄酒的总量比 第一名是法国独占凹头 有46.7强 再来是澳大利亚占了12.7% 而进口西班牙红酒 在中国大陆市占率也有第三 三分之二 中国大陆的进口红酒都来自欧盟 尤其是法国的波尔多地区 更占了一半以上 看标签 听品白 喝下肚 中国大陆非常豪气 但是大陆现在进口酒价格暴跌 这些进口的大中国也首当其冲 我们以09年份的拉菲红酒来说 在两年前每一瓶是1930美元 也就是说在大陆换算价格是相当台币 5万7 现在买是剩下970美元 台币是2万8 虽然还是贵 但价格已经直接砍半 到了2014年 大陆的红酒业会更萧条吗 我们来看下面这则报道 餐桌上拨生虾向来都是一口美食 再配一口红酒 但是现在却有人改喝白酒了 就连朋友间的小聚会碰杯也喝白酒 中国大陆有三分之二的红酒来自欧盟地区 其中法国波尔多就占了一半以上 而这个世界公认的最大产地 今年遭遇怪天气 6月阴雨天是花季延后 8月又来个冰雹 打坏果实 眼看就要收成的10月 居然还来了一场大雨 到目前为止 产量已经减少了19% 这是近10年来最惨淡的一年 稍微晚债的话 它会有霉菌的感染 所以它会有霉菌发生 这样的话对你葡萄酒非常不健康 布尔西地区的葡萄酒的品质 不会是一个非常令人开心的一年 所以这种品质的葡萄酒 它没有涨价的空间 进口葡萄酒没有涨价空间 加上今年7月1号开始 大陆对欧盟祭出葡萄酒 反请销反补贴调查 以及禁设令的颁布 高端红酒变成库存货 纷纷降价求售 09年份的拉菲红酒 2011年价位每平台币 5万7起跳 今年只剩下2万8跌了一半 08年份的拉图红酒 也从前年台币41万8跌到19万3 跌幅都在50% 而大幅降价的结果 大陆酒商先遭殃 这条是广州有名的红酒一条街 华南地区最大的红酒批发地 大白天大门深锁 多数店家没有营业 进口红酒价格暴跌之际 却没有因此让大陆的国产酒占到优势 人称白茅台红张玉 和贵州茅台并称大陆国酒的张玉葡萄酒 今年前三季净利1.2亿人民币 比去年同期少了将近47% 堪称是上市13年来最差的年报 法国普尔多红酒香气四溢 口感柔顺 如果大陆有厂商也能酿出一模一样的品质 当进口酒只卖100块人民币时 大陆国酒该卖多少钱 对进口酒的信心总会胜过国产酒 毕竟法国红酒是被世界认证的等级 尽管运上大陆反请销反补贴 外加警舍令 欧洲进口葡萄酒没有被打趴 反而是大陆酒商被打到损失惨重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看的是智慧型的手机推陈出新 在2014年会有哪些新的机种问世 今天已经有消息传出 苹果将提前在20146月发表iPhone6的新机 萤幕会变大 画质会提升到Full HD 那么三星也要推出Galaxy S5 有红墨辨识功能 宏达电当然也会推出他们第二代的HTC One 木纹质感的金属外壳 超薄的机身 顶端厚度只有1.5公里 底部也只有3公里 整个手机重量70公克 外传这就是2014年可能会出现的iPhone6超薄概念机 可能取名iPhone Air和iPhone5比起来 萤幕更大 机身薄了一半 此外根据科技网站的猜测 iPhone6萤幕可能会改成Full HD的4.6寸 或是5.7寸 曲面萤幕设计将会是重头戏 再搭配升级的相机画素 而且推出时间极有可能在明年6月的大会上 Samsung Galaxy S5预料也将在2014年强势登场 外传将推出塑胶机身和金属机身双版本 搭配上全新红膜辨识的眼球扫描功能 未来只需要用眼睛一扫就能快速解锁 宏达电也可能在2014年推出HTC One第二代 金属外形改为超纤薄 萤幕尺寸加大到5寸或是5.2寸 外界猜测可能搭配更高画素的Full HD萤幕 外传更大容量的电池设计将会是HTC的卖点之一 其他包括Google 微软以及LG等大厂牌 也都有2014年的新机影片在网络流传 不过是不是一如外界预期的旗舰版本 还是得等真正看到新机才能确定 TVB新闻综合部导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各国在拼观光的时候 通常都有一些自己的筹码 如果说特别用健身来吸引大家前往 那毕竟要跟大家有很大的不同 要不然就是价位特别便宜 或者是服务设备特别的极端不同 我们谈的是西非的大苹果 纳吉利亚的大都市拉格斯 它已经是让人家刮目相看的一个经济体了 在这里健身不但有最高端的 就是一年的年费超过7万所谓五六星级的健身设备 另外还有就是相对平价 换算台币一个星期可以让你上四堂一小时的课 然后总价台币才4000块钱 但是是在国家体育馆里面 从头到脚以军营式的训练方式 让你彻底每一寸肌肉都动到 上健身房可减肥可输压 这是都市文明的产物 而当西非奈及利亚经济快速成长 第一大城拉格斯已经变成一座巨型城市后 在这个人口2200万 市中心交通随时拥塞 空气噪音污染都严重的压力锅里头生活 有越来越多拉格斯的市民 也选择靠运动来收解压力 而这种风气带动许多人 跑来国家体育馆参加这种军事化的训练营 这种军训营每次一小时 一整套从有氧到重力训练通通都包括 这种户外的军事化健身营和一般健身房比起来 有两项优势 一个就是专业教练陪伴你接力你 另外一个就是收费相当便宜 如果来到这家顶级的健身房 一年光是入会费就2400美金 和台币超过7万元 对人均国民所得2800美金 和台币才8万3000元的耐吉利亚来说 真的是奢侈享受 这家顶级健身房三个月前开幕 业者对于奈吉利亚这块饼深具信心 因为它是非洲成长最快速的经济体 2013年的经济增长预估将有6% 而到了明年成长幅度预料将超越今年 新兴阶级崛起也改变了生活以及消费形态 国际奢侈品牌近年来 纷纷登陆奈吉利亚 一项被视为是豪舍象征的瑞士名标 或是来自德国的造车工艺典范 都在拉格斯的信义区 维多利亚道开设专卖店以及展示中心 不过要在奈吉利亚经商 还是有许多江湖一点绝 必须注意 最麻烦的就是层层官僚 这家顶级健身中心是老板投资的第二家门市 因为首都阿布加的本店开张七年上了轨道 他才放胆到拉格斯展店 而他深信会有更多奈吉利亚豪野人或是新贵阶级 能够拥有或至少梦想拥有一个更健康的生活形态 TVBS新闻综合报道